游戏怪团之穿越的PDD 我是专家 2022年PDD穿越事件再次发生 这可能是游戏主播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件 2016年 主播PDD正在直播英雄联盟 一个和他ID一模一样的人 拉他进入了游戏房间 怎么有个跟我ID一模一样的人 邀请我进一具游戏 此刻他只是感觉到神奇 而之后对方说的话 却让他细思极恐 对方自称是来自2020年的他 当PDD点开了对方的主页 却看到了他的分段只有搏金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怎么可能掉到如此分段 他肯定对面是一个小号在故意恶作剧 于是开始不停的发问 而对方只回了一句 小心某某开 还说四年后的今天 你就明白了 说完就退出了房间 当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时 2018年某某开被封杀 随后PDD在排位赛中也掉到了搏金 穿越者的话似乎一一对应 2019年 这个穿越者又回来了 他告诉PDD会在2022年瘦到145斤 还会遇到一个叫做王将进的贵人 另外小心CCC 而之后PDD因为身体原因暴瘦 可CCC是PDD的关门弟子 那王将进又是谁呢 所有的答案似乎即将揭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颜色